由于大S和韩国歌星聚俊叶的突然结婚,让有关大S的所有话题都成了最近热烈讨论的焦点。 有媒体讨论聚俊叶去中国台湾隔离,会不会住汪小飞开设的酒店,有媒体追着大S身边的所有人做采访,比如前老公汪小飞,前婆婆张兰,前男友兰正龙。 更夸张的是,媒体还要就大S结婚的这件事,采访每一个路人和参加通告的其他嘉宾。 大S的闪婚事件让媒体掀起了多个话题,更有人称大S一家就是中国版的卡戴山家族,整个家庭都戏剧化十足。 但这件事发酵至今,最忙的不是大S和小S,而是他们背后的女人,徐妈妈。 最近的热搜话题也是多次由徐妈妈提供,徐妈妈听说大S结婚狂吞降压药,徐妈妈被问到对韩国新女婿的看法,声称对这位韩国人完全不认识。 徐妈妈对新女婿的看法,不知道,不要问我,是大S老公,又不是我老公。 媒体,剧俊叶来到之后会和她见面吗? 徐妈妈,就看老娘到时候爽不爽,想不想跟她见面,到时候再说。 剧俊叶进入中国台湾开始隔离之后,媒体又采访了一次徐妈妈,徐妈妈表示,只要我女儿一天不跟我道歉,我就一天不见剧俊叶。 徐妈妈最后一条状态是这样子写的,不要来抢我的女儿,儿子,我啄死你。 虽然这几天大S和小S并未给出过多的回答,但他们的妈妈仅凭一己聪明的回答,就将这件事的戏剧化效果拉满了。 不得不说,大S和小S之所以能够保持多年依然红的状态,还有对婚姻的态度,都和他们妈妈的规划和引导有关。 01,徐妈妈爆红不是偶然,年轻的徐妈妈是一个传统观念很强的女人,相貌娇好,气质优雅,有资本进娱乐圈的她,却很抗拒复杂的娱乐圈。 大S下决心报考异校的时候,遭到了徐妈妈的强烈反对,最后因为大S离家出走,徐妈妈才不得不妥协。 虽然无奈妥协女儿的选择,但徐妈妈还是非常担心两个女儿的安危。 所以,不论什么活动,徐妈妈都会陪着女儿一起参加。 如果有演艺圈的前辈要请女儿去吃饭喝酒,徐妈妈就会很凶地跑出来叫女儿回家吃饭。 在徐妈妈的保护之下,大小S才得以在娱乐圈安全长大。 而这个不想进入娱乐圈的素人,却成了媒体三天两头要采访的发言人,一切都是因为自己两个女儿发生的事太戏剧化了。 作为话题中心人物,当两个女儿对于相关绯闻不方便直接回答的时候,就会把徐妈妈推到媒体面前。 在记者蜂拥而至的时候,徐妈妈就被迫成为了两个女儿的经纪人,被推到最前面,回应记者提出的各种刁钻问题。 除了每次都要在媒体面前露面,小S在自己的主持节目中还喜欢拿徐妈妈做素材。 小S经常在康熙来了讲徐妈妈的故事,比如徐妈妈去加油站加油,结果被路人认出,要求合照。 回到家之后,就会很骄傲地说,看,我就是比阿雅妈妈红。 有一次,小S的大女儿突然很贴心地说,妈妈,我好害怕你死掉。 小S听到之后觉得很感动也很贴心,转眼看到徐妈妈坐在一旁,马上教育女儿,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? 要死也是你外婆先死啊。 结果,徐妈妈回了一句,这很难说。 戏剧化的故事,加上小S夸张的模仿表演,让没有出道的徐妈妈呈现了一个非常立体的形象。 既享受出名,爱护女儿,还会回腔,笑料百出,十分可爱。 而徐妈妈对于媒体拿自己做素材并不介意,只是在镜头给自己特写的时候会非常害羞地把脸遮住。 徐妈妈虽然不想进入娱乐圈,但为了帮助自己的女儿,她做到了一个母亲的自我牺牲,给予女儿陪伴和支持。 在女儿有困难的时候,第一时间冲上前去给予帮助。 正是因为徐家生动又相亲相爱团结的家族形象,所以他们多年来,各自的事业做得越来越好。 这一份家族凝聚力,或许就是女人能勇敢选择,勇敢面对爱情的原动力。 02.婚恋态度 徐妈妈虽然美丽贤良,但是她的婚姻并不尽如人意,因为徐爸爸喝酒之后就会用拳脚对着妻子发泄。 从小,大S就敢站出来制止爸爸的恶劣行为,而被吓坏的小S就躲在后边瑟瑟发抖。 因为徐妈妈没有生出儿子,所以她对自己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也是默不作省。 在后来发现徐爸爸出轨的时候,也只是沉默地带着小孩分居,做无声的抗议。 这种没有勇气抗争的行为,在大S看来是非常不能理解的。 从小到大她都认为只要是自己的决定就要去做,绝不要赴妈妈的后尘。 因此,在结婚的事情上,她从来没和妈妈商量过。 而小S因为天生胆小,懦弱地她默默地学习妈妈在婚姻中做的事情,乖巧,听话。 相同的经历,但因为不同的性格,所以之后她们对待婚恋的态度也截然不同。 徐妈妈虽然保守,但她的痛苦经历也教会了她,婚姻是人生阶段的必要经历,但是比起婚姻,女人有独立的收入才是在家里挺直腰板的根本。 小S在告诉徐妈妈她怀上第一胎之后,徐妈妈很严厉地问小S,你怀孕了? 你还有多少合约,你知不知道? 徐妈妈会提醒女儿注重事业,同时又鼓励女儿不要害怕事业上的挫折。 徐妈妈还说过,不管做什么工作都会遇到很多挫折,普通人的不平凡是超多的。 徐妈妈虽然会劝说女儿在婚姻里能忍就忍,但不会让自己的女儿走上传统女人为家庭牺牲的道路,还是以女儿的利益为出发点。 就是这样一位经历了痛苦考验的女人,却可以为了女儿的幸福,放下自己遵守的传统观念。 凡事都先为两个女儿考虑,也时刻提醒女儿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走,不要沉溺于社会的束缚。 因此,大小S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生活理念生活,因为有家人的支持和爱护,所以不管前路如何都有勇气走下去。 03,传统女人的妥协智慧,徐妈妈除了极力保护女儿,还特别酷。 面对女儿的各种新鲜事物挑战,徐妈妈都会尽力去理解并接受。 几年前,大S心血来潮在肩上纹了一个翅膀。 很多人都表示很难接受,认为大S已经是妈妈了,这样做会给小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。 徐妈妈看到之后留言,要次就两膀一起,这样才能飞。 大S的两个结婚对象,都没有提前请教妈妈的意见,而是确定之后才通知徐妈妈。 对此,徐妈妈也很智慧地回答,毕竟是她老公,不是我的老公。 做人很有气度,也有很多人生智慧,能陪伴女儿一起向前奔跑,也能做女儿的守护人。 徐妈妈在大S和小S的事业里是浓墨重彩的一笔,她全心全意地为女儿计划和考虑,也会包容女儿的叛逆和冲动。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灵魂人物,所以女儿才敢挑战传统。 因为不管爱情如何变化,他们都知道,自己的家人一直在身后守候自己。 现如今,只要做好财产公正,结婚一样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。 在保全自己利益的情况下,女人勇敢追爱也是一种人生选择。